在伊朗海域至少会达到有4到5个美军的航母战斗群 另一方面美国的情报说 中国大陆解放军的海军也正在寻求新的海外基地 有情报说中国正在加强与伊朗商讨 在伊朗建设中国的一个海外军事基地的可能性 双方可以说是一拍即合 伊朗希望可以透过这样密切与中国的军事关系 而解放军也可以在伊朗有前进波斯湾的军事基地 据汉河防务评论报道 印度的国防部长证实 印度军队确实在中印边境东段 部署了两个印度三队师和一个装甲驴 印度空军也计划要多部署一个中队的苏三陵战机防备中国 王老师 印度军方对于中国加强在西部建设机场感到不安 中国已经扩建和翻修了在西藏周边的六大机场 这些机场基本上是居民两用 在战时有利于中国的战机对印度作战 印度的情报说 中国大陆解放军强化了云南青海新疆的军用机场的建设 也进出了解放军新型的战斗机 因此印度决定也要抢建两个在中印边境的印军的机场 印度空军希望在这个离中国只有50公里的边境机场 部署苏三陵战机 由于苏三陵战机具有1500公里的作战半径 因此对中国的西南腹地形成军事打击的威胁 另一是英国海军技术网的消息 印度海军正计划要购买更多的美英的海洋测量船 以增加印度海军的测绘和侦测的能力 印度海军说 未来拥有更多的海洋测量船 可以为印度海军提供更多的远洋的水门情报 为海军作战提供必要的情报 为实施对中国舰制的政策和精确打击提供数据 而印度目前有8度的海洋测量船 印度为了保护在印度洋河周边打洋的战队利益 认为有必要从非洲到澳大利亚的广大海域展示印度的实力 要全天候侦测在区内活动的中国海军的舰艇 据美国杂志无装实力最新的文章说 美国关注中国大陆解放军的潜艇部队迅速扩大 美国这篇文章说 到2030年美军现有的53艘攻击潜艇将会缩减到39艘以下 不过美国至少要保持有48艘的攻击潜艇数量 才可以在未来制衡中国海军 美国根据掌握的情报说 中国解放军正在建造新型的核动力的弹道导弹核潜艇 每艘核潜艇会被12枚射成4000海里的弹道导弹 如果中国潜艇在中国近海发动攻击 导弹可以直接达到美国的沿岸城市 美国这篇文章说 虽然中国的潜艇对于美国构成潜在的巨大威胁 不过中国潜艇的缺点也是明显的 多数中国解放军的潜艇在高速航行的时候 水下的续航能力相对比较差 根本无法追上或者跟上美国一个航母战斗群的航行速度 美国说 由于中国大陆解放军的潜艇续航能力不足 因此中国想用潜艇来对付阻挡 甚至攻击美军的航空母舰战斗群 不能使用追击的方式 中国只能在第二岛链伏击航行当中的美军的航母战斗群 中国解放军的潜艇水下续航力 近期仍然难以跃升 好 接下来提到 美国说中国的潜艇续航力不足 根本追不上美军的航母 到底怎么看 问一下马里生先生 美国这个说法到底是显示中国的不足呢 还是说未来伏击美军的航母只有打伏击这个方法 中国的潜艇有很多种 打潜艇的只是其中的一种就是攻击性潜艇 攻击性潜艇分两种 一种是这个核潜艇 核潜艇肯定做得上 核潜艇的这个航速和这个航程 在水下潜航和这个航空母舰是不相上下的 他现在说的是这个常规潜艇 但是常规潜艇主要是在近海活动 近海活动打埋伏对付这个美国的航母是足足有余的 话说回来整个中国的潜艇战舰对他的那个战略作用主要不是打航母 而是阻隔美国和日本有可能介入台海 还有一个就是掩护中国的战略核潜艇潜出到美国的西海岸 这才是最重要的 现在美国最怕的中国潜艇就是战略核潜艇 它上面的核导弹可以覆盖整个美国本土 现在说的是拥有巨浪2能够射成一万二千公里 即使在中国近海也能打到美国本土的这个先进的094核潜艇 如果是比较不先进的核潜艇 那么它在这个中国沿海只能覆盖这个地岛链和关岛 甚至夏威夷 但是掩护这些核潜艇前车到大洋 就需要大量的攻击核潜艇和有VIP的这个常规潜艇来掩护 所以整个中国潜艇的发展 美国是高度关注 不会是说追不上这个航母这么简单 而是整个中国这个战略核威射的一个有效组成部分 所以美国他的这个核潜艇也要不断的逼近中国来拦截中国的核潜艇 好这样马先生的宣传啊 特别提到中美的交锋 昨天呢解放军的副总参谱长马晓天上将在北军当面上 美军的谈谈司令说的中美军方之间的最大的障碍 除了美国对台军售以外 美军的舰船经常接近中国海区 展开侦察是对中国的挑衅 那么未来的解放军可能有更多动作 包括用潜艇来驱逐这些美军的侦察船舰 说到美国对中国的侦察 美国发现了情报说十年以来 解放军的各地型导弹 特别地空导弹是倍增的 看一个片段 据美国军方的知库兰德公司 一份最新的苹果报告说 在过去十年 中国大陆解放军的空军的地对空导弹的数量 还有攻击力都大幅低上 美国的情报说 在2000年中国大陆解放军只有四个 从俄罗斯购买的S-300的导弹型 其他的防空武器 多数是上个世纪50年代 萨姆尔型的现代版改进型的导弹构成的 另外还有一些法国的短程的响比 说中国版的仿制版 美国兰德公司的报告说 2000年这十年以来的发展 中国大陆空军目前的地对空导弹的 库存总量已经翻了一倍多 而且解放军这些导弹当中的绝大多数 都是当代战争当中 现代导弹的系统不仅数量多 而且攻击的准确度大为提升 在原有的射程100多公里的 四个S-300型的导弹型的基础上 中国大陆解放军空军 有最少增加了16个 威力更加强大的升级版的 S-300型的导弹型 射程达到150公里 以及战力已经相当精进的 解放军自主研发的 红旗9的导弹型 另外根据美国的情报 解放军还有最少8个 从俄罗斯购买的 更加改进的新型的S-300的导弹型 它的射程可以达到200公里 不仅可以用来防空 还具备一定的反导弹的能力 美国说 解放军新引进的改进的防空导弹 射程已经可以覆盖整个台海地区 对台湾空军形成新的打击威慑 而解放军的各类型的低空导弹 已经可以覆盖和保卫整个中国的空域 而且有一张覆盖中国 为导弹预警和真结目标而设的 解放军的空中情报网络 已经建设完成 美国兰德公司的报告还说 中国大陆的超市区的空空导弹 性能已经可以批击美军的导弹 中国自主生产的超市区主动雷达的 空对空的导弹 已经可以和美国俄罗斯中程的空空导弹相媲美 而在地对空的导弹领域 解放军现在可以自主生产 红旗9的防空导弹 可以自用 也可以出口 并且可以搭配俄罗斯的S-300星的导弹 使用形成中国特色的防空导弹的拦截网络 美国的报告还说 解放军还有导弹的第二炮兵部队 可以使用完整的空中攻击平台 美国说 中国大陆解放军的常规的短程和中程弹道导弹的攻击力量 确实具备了独特的能力 当中最重要的是攻击的速度和穿透力 而弹道导弹可以在发射几分钟之后 击中对方的目标 而且现在解放军导弹攻击敌方目标的预警时间 已降到了最低 美国的报告还说 解放军为了防备敌人的战机和敌人的导弹 对于中国国土的可能攻击 正在锐意打造中国导弹的预警 拦截和环击力 好 片段提到美国掌握的解放军 所谓最新的低空导弹 还有整体的防空导弹网络的资讯 那么台湾也是非常关注 连线一下台湾方向的空军方面的将军 曾章润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曾章润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台湾掌握的解放军最新的导弹的动态 中国大陆空军对这一方面力量的建构 其实它有